还有高雄市有一家知名的面包店呢 被投诉说怎么都是苍蝇飞来飞去 甚至就这样子哦 直接就钉在刚刚出炉的面包上面哦 那么店员说明说是面包店里面的客人 因为常常进进出出门就开开关关的 才会有苍蝇飞进来会尽快改善 刚出炉的面包上竟然有苍蝇爬来爬去 让张太太看了不禁直呼好恐怖 就连一旁四岁的小女儿还以为是蟑螂 吓得大声尖叫 虽然这不是蟑螂 但这么大只的苍蝇也够吓人了 虽然架上的每一个面包看起来都好可口 不过店里却有苍蝇飞来飞去 实在让人看了不禁觉得未免也太不卫生 高雄市这间知名面包连锁店 一向给人精致卫生的路线 没想到张太太带着女儿上门 竟然目睹苍蝇乱飞的恶心画面 赶紧拍下影片投诉 虽然店里生意好店门开开关关 容易有苍蝇飞进来 但这理由恐怕还是让消费者难以接受 业者承诺会尽快改善环境 毕竟这苍蝇飞窜还停在面包上的模样 实在让人买不下手也吃不下肚 这边新闻界见到白关品高手报道